欢迎大家收看选举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北京担心特朗普·莱安内尔组合的不可预测性 分析师 爱荷华州大胜之后 还有人能阻止特朗普2024年的势路可挡吗? 台湾新总统不会安抚中国 关于赫林的最高法院案件具有更大的影响 竞选时刻 特朗普如何在爱荷华州击败对手 请大家收看 北京担心特朗普·莱安内尔组合的不可预测性 日经亚洲 据一位分析师称 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同时上任的前景 使中国重新考虑其战略 尽管赖清德赢得了台湾总统选举 但他对与中国关系的温和态度 被视为比民进党的彻底胜利更可取 后者可能引发北京方面更严厉的回应 然而该分析师警告称 中国的温和回应不会持续无限期 因为北京认为赖清德和特朗普都是不可预测的 并对其使用权力持敌对态度 爱荷华州大胜之后 还有人能阻止特朗普2024年的士路可党吗? 悉尼先驱晨暴 唐纳德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共和党预选中的压倒性胜利 凸显了他在党内的持续受欢迎程度 特朗普赢得了超过50%的选票 人人领先于其他潜在的领先者 如尼基、黑利和罗恩、德桑提斯 这一结果引发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担忧 认为特朗普在党内的影响力仍然强大 他可能会在2024年再次获得提名 文章认为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成功 可能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取得进一步的胜利铺平道路 从而为他赢得提名提供了明确的路径 台湾新总统不会安抚中国 外交政策 赖清德以40%的选票赢得了台湾的总统选举 成为自2000年以来首位没有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 赖清德是民进党成员 以支持台湾独立而闻名 然而 他也表示台湾无需宣布独立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有效的主权国家 并且他希望与中国保持现状 北京认为赖清德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可能会对他的胜利池不利看法 尽管中国的反应迄今雷值还比较温和 在其他消息中 中国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 中国正在从COVID-19疫情中强劲复苏 然而大多数分析师和中国公众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此外 中国在缅甸军方和一支由叛军组成的联盟之间斡旋 实现了两国共享边界的停火 关于赫林的最高法院案件具有更大的影响 彭博社 美国最高法院将考虑推翻雪佛龙原则 这是一项法律原则 允许联邦监管机构定义自己的权利 该原则要求法官对于提供合理解释的不明确法规的机构表示顺从 但批评者认为这给了监管机构过多的权力 削弱了国会的作用 此案的结果可能对加密货币 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监管机构正试图将过时的法规 适应新问题 竞选时刻 特朗普如何在爱荷华州击败对手 华盛顿邮报 周一举行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上 唐纳德 特朗普赢得了51%的选票 使他有望连任第三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以21%的选票获得第二名 险胜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后者获得了19%的选票 这些结果表明 特朗普有很好的机会获得提名 德桑蒂斯可能会继续吸纳非特朗普选民 而黑利在争取第二名方面面临困难 黑利已经表示 除非特朗普参加辩论 否则他不会与德桑蒂斯辩论 而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些结果还表明 黑利的市场需求很小 超过60%的爱荷华选民表示 如果他成为党的候选人 他们将感到不满意 30%的选民表示 他们不会在大选中投票给他 爱荷华州党团会议 还凸显了共和党对特朗普的持续支持 尽管他身边有许多争议和法律问题 该党曾在2022年选举后考虑与特朗普决裂 但他设法保持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特朗普通过将任何审查都视为阴谋 并惩罚提出对他有所担忧的党内官员 使自己免受责任的影响 他还通过推动虚假的叙述 声称他实际上没有输掉2020年的选举 消除了对他的可选性的担忧 爱荷华州的结果表明 共和党已经内化了特朗普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并将继续支持他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表明 他的吸引力正在扩展到他的基本支持者之外 金融时报 唐纳德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共和党预选中 赢得了99个县中的98个 其中包括他在2016年没有赢得的61个县 尽管特朗普在受教育程度较低 和工薪阶层选民中继续占主导地位 但他也在年轻和富裕的县赢得了胜利 特朗普唯一输掉的县是约翰逊县 该县是该州最受教育的县之一 与2016年相比 投票率下降 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 特朗普的竞争对手罗恩 德桑蒂斯和尼基 哈雷需要在受教育程度较高 和富裕的选民中提高表现 以与他竞争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会导致 美国盟友追求更独立的政策 分析师们认为 南华早报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对唐纳德 特朗普在南海、朝鲜半岛和乌克兰等 关键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担忧 专家认为 这些担忧可能导致这些国家追求更独立的政策 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11月的美国选举结果将决定 这些国家是继续观望 还是加快努力 加强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慑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在关键问题上的不可预测性 引发了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担忧 分析师表示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可能在2024年增加 南华早报 分析师们表示 尽管遭到北京和美国企业的反对 但美国很可能会在2024年增加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关于可能增加关税的原因之一是 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缓慢 导致产能过剩 需要向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增加出口 然而 任何新关税的通过可能会因立法程序和美国国会缺乏共识而延迟 美国商界也一直在寻求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关税 特朗普不是神明 他是一个耀眼的人 彭博社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上的成功归功于他令选民眼花缭乱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能力 彭博社的帝母 奥布莱恩在其观点中指出 尽管特朗普本人并不信仰宗教 但他越来越多地利用宗教情感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在胜利演讲中提到他已故的岳母 并将自己描绘成上帝认命的看护人 特朗普令选民眼花缭乱的能力令人担忧 因为他可能损害民主并扭曲选举过程 根据彭博社的安德烈亚斯克罗斯的观点 弗拉基米尔普京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 因为这两位煽动家可以达成协议并过上幸福的生活 普京已将俄罗斯社会转变为战争经济 增加了军事开支和武器生产 欧洲对此做出了回应 实施经济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美国正在考虑立法 允许其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以帮助乌克兰重建 对俄罗斯的惩罚使印度受益 该国有望加入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基准 可能吸引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根据彭博社的马特 来文的观点 埃隆 马斯克最近关于希望在特斯拉拥有重要的投票控制权的推文 引发了关于他与该公司未来关系的猜测 一些人认为让马斯克参与公司对特斯拉有益 而其他人则认为他的行为令人讨厌 可能对公司造成损害 马斯克的推文提醒人们 特斯拉的估值在很大程度上 基于他的愿景和资本市场对该公司的看法 海利在新罕布什尔州追赶特朗普的艰难之战 BBC 尼基 哈利将把竞选重点放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上 他希望成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替代者 他希望在这个州取得意外的胜利 因为这个州的温和选民比爱荷华州更多 然而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主导地位 表明他很可能在新罕布什尔州也会取得同样的成绩 哈利已经获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州长 和数十名地方官员的重要支持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罗恩 德桑蒂斯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爱荷华州 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意调查中只有个位数的支持率 李强表示 中国经济去年预计增长了5.2% 金融时报 根据李强总理的说法 中国经济去年预计增长了5.2% 他表示 这一增长率是在没有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的 经济正在稳步发展 这一意外的宣布让经济学家感到惊讶 他们一直在准备等待隔天的官方数据发布 中国2023年的增长目标为5% 是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受到了房地产市场深度放缓 出口下降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的阻碍 法院驳回 Twitter声称有权通知特朗普1月6日搜查的要求 华盛顿邮报 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Twitter的主张 即唐纳德 特朗普应该被告知检察官调查2020年 选举干预的搜索令存在 维持了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处以35万美元罚款的决定 现在被称为X的Twitter仍然可以将此案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 该案在特区巡回法院上产生了党派分歧 四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表示 特朗普应该有权主张X的某些信息不被政府披露 周三简报 爱荷华州之后特朗普的势头 纽约时报 唐纳德 特朗普以51%的选票赢得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 成为可能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 创下了记录性的优势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和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尼基 哈雷被视为他最有可能的挑战者 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21% 哈雷为19% 然而预计这两位候选人将分散反特朗普的选票可能有利于前总统 台湾发现不能通过将假新闻定为非法来对抗他 外交政策 台湾周六的选举中 赖清德赢得了总统职位 确保执政的民进党将继续保持权力 这次选举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北京希望有一个更亲华政府的愿望进行了反击 在选举前几天 台湾选民被大量信息淹没 其中很多是虚假的 很可能是中国的网络喷子制造的 这些虚假信息攻击了所有三位候选人及其竞选伙伴 社交媒体平台如抖音被虚假的帖子和视频淹没 指责候选人犯下各种不法行为 研究人员将许多虚假信息归因于中国行为者 他们试图通过放大有关台湾国内政治和分裂问题的负面报道来使台湾社会激化 台湾在有效打击虚假信息方面一直面临困难 法律措施被证明是困难和危险的 然而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台湾政府通过迅速透明地发布准确信息成功地打击了虚假信息 政府还意识到 创造自己的信息和保护言论自由对于对抗虚假信息至关重要 台湾拥有一系列强大的公民事实核查组织 并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打击虚假信息 政治家们也认识到 在社交媒体上推出自己的叙事 对于打击关于他们的虚假信息至关重要 美国选民对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压倒性胜利做出反应 BBC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爱荷华州党团会议 为与乔拜登总统在11月的大选中 潜在再次对决铺平了道路 特朗普在这个深受保守派欢迎的州 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 巩固了他对越来越忠诚于他的共和党的控制 支持者们认为 特朗普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人 他们担心其他候选人 比如尼基 菲利 无法像他一样对抗媒体和民主党 然而 一些选民 包括曾经支持特朗普的人 认为特朗普的基础已经达到了顶峰 他的分裂观点和行动 不会吸引大多数美国人 他们认为 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 这个国家已经恢复了理智 选民不会选择回到混乱之中 其他人对于在特朗普和拜登可能的选举中 投票给谁还没有决定 有些人不喜欢两位候选人 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道德上的冲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和新闻播报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包括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当选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 中国经济的增长等等 让我们来做个简要总结 首先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当选 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尽管他对于中国的关系持温和态度 但中国仍对其持怀疑态度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显示了他在党内的影响力 可能会为他在2024年的竞选之路铺平道路 此外 中国经济去年预计增长了5.2% 然而这一数据令人意外 因为官方数据尚未发布 现在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 首先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胜利表明 他的吸引力正在扩展到他的基本支持者之外 他在年轻和富裕的线赢得了胜利 这显示了他的影响力 正在向更广泛的选民群体扩展 然而 这并不代表特朗普在整个国家的支持度都很高 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和观点持批评态度 关于赖清德的当选 我认为中国对他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担心他的当选可能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会持谨慎态度 但是赖清德表达了与中国保持现状的意愿 这可能会缓和中国的反应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最后 关于特朗普可能再次参选的问题 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特朗普的影响力无疑是强大的 但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他的分裂观点和行动可能无法吸引大多数美国人 此外 一些选民可能对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出选择 感到困惑和矛盾 因此 我们可以期待2024年的竞选将是一个激烈而有趣的过程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和总结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和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